吴岳出生于书香门第,写的一首好字,画的一首好话,性格温婉,是一个很好的贤内著。 他与陈建斌在一起的时候,不嫌弃他处处不如自己,还无怨无悔地和他同居了五年。 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自己为了他的事业添砖加瓦,他却在剧组与其他人暧昧,只用一封信就与他分手了。 不久之后,就与其他人结婚生子,在大家都觉得他会一蹶不振势,他奋起拼搏,为自己的演艺事业谱写出自己的蓝图, 让他们夫妻二人不管在什么时候,只要想到他就浑身不舒服。 在面对这五年的青春时,吴玥是否会有所不甘心呢? 你和吴玥还有联系吗?这是刘涛在一档综艺节目中问的大胖菊的话。 当时陈建斌还有点发愣,吴玥和大胖菊之间有什么爱恨情仇吗? 吴玥遇到大胖菊是在他拍摄《菊花茶》的时候,陈建斌比他大两岁,但是起步没有他时间早。 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新人,没有多少名气,和吴玥压根就不是一个级别的。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,当时的他竟然敢在剧组教训吴玥。 戏还没有正式开始,他就扯着嗓子教训吴玥。 这段台词,你都说错了两遍,细心点,而且你的感情也要在饱满点。 当他冲着吴玥指点江山的时候,旁边的演员都在替他捏了一把冷汗。 在娱乐圈,你稍微哪句话说得不对,就可能引来麻烦。 庆幸的是,他碰见的人是吴玥。 吴玥不但没有生气,还特别有礼貌地向他表示谢意。 谢谢你的提醒。 大胖局瞬间就被吴玥给吸引住了,而吴玥也对他慢慢地有了好感。 戏还没有结束,两个人就迫不及待地在一起了。 当时吴玥对待金钱利益看得很轻,所以哪怕他在那个一无所有的时候里,他还是一无反顾地和他在一起。 他的这些都不重要,他吸引她的是他的才华。 由于两个人门不当户不对,吴玥的父母不愿与女儿和这样的人谈恋爱,觉得他不适合吴玥,而且变数还太多不稳定。 但是早已经被恋爱冲昏头脑的吴玥,什么也听不进去,十分坚定自己的选择。 然而这段感情是不对等的,吴玥生活于大城,而大胖局生活于小城市。 两个人在一些事物上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,所以在以后难免会出现很多分歧。 但是吴玥肯定是深爱大胖局的,他为了不伤到他的自尊心,总是会不经意间贴补他。 为了两个人可以相守,还买了一套房子。 他还会不拍戏期间给他做饭,照顾他的起居。 而陈建斌的性格冲动还带有着一些大男子主义,在女强男弱的关系里,他总觉得自尊心被攻击了,时不时地就会发脾气。 吴玥在这时就会很包容他,为了两个人可以长久地走下去,甚至会动用自己的关系,为他争取更多拍戏的机会。 有了吴玥这样的闲内注,他的事业也开始逐渐稳步上升。 03年的时候,他凭借《结婚十年》拿下一座奖杯,但是即便是这样,他们之间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。 随后,他在吴玥的介绍下出演了《乔家大院》。 吴玥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,感觉剧情各方面都挺好的,这才为大胖剧争取的。 事实上,剧本确实很好,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,女主角是蒋琴琴。 蒋琴琴的出生是不受他家里欢迎的,他的家里有点重男轻女,本是生下来看见他是女生,就不想要她的。 他从小长得就好看,在学校的时候很受欢迎。 就在拍戏期间,大胖局碰上了和自己性格完全不一样的蒋琴琴。 两个人刚见面讨论剧情的时候就吵架,在剧本的问题上,两个人谁也不让着谁。 导致两个人在剧组里天天吵架,这让剧组的导演十分的头疼。 当时的蒋琴琴的成绩一点都不输无悦。 他凭借着《康熙微服私访》、《射调英雄传》、《还珠格格三》等等热剧,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明星。 可小有名气的大胖局就是有魅力,和她吵着吵着就有了爱情的火花。 有一次,在没有他们戏的时候,大胖局竟然对蒋琴琴说,好累啊,我想躺你腿上休息。 同一个剧组的人都在当没有看见,因为他们都知道她和吴越的关系。 此外,大胖局还为蒋琴琴写过诗,夜过寒兴过巴山,秋池水满草深深,路上更绝顾湘远,青州如建,蒋琴琴。 他为了可以和蒋琴琴在一起,回去之后立马洋洋洒洒写了一封分手信。 大概内容就是,他已经喜欢上了蒋琴琴,不再喜欢自己的女朋友了,要分手。 然后直接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,就离开他们同居了五年的地方。 而此时吴越还在忙着拍戏,直到他回到家里后,才发现家里有关大胖局的东西都没有了。 一种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,吴越不相信这样的结局, 可是留在桌子上的信封将他带回了现实。 而此时的大胖局,转头就和蒋琴琴结了婚。 吴越此番可谓是陪了夫人又折兵,不过他很快化失恋为动力, 对陈建斌的这种行为也让吴越彻底看清楚了他的为人。 沉浸在失恋中一段时间后,吴越又变回了原来那个随性洒脱的他。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他一直在不断地挑战自己,磨练自己的演技, 奔波在各个剧组,不管是小角色还是主演,只要适合他,他都会去尝试。 长达数十年的努力,让他的演技变得更加有厚度。 然而他最初圈的作品,却是被人骂火的。 他当时是在海青的推荐下,接了一个剧本。 该剧的导演想让他尝试演一个小三的角色。 当时导演说,只要你能合理地挑唆着陈俊生夫妻离婚,这戏随你怎么演。 在吴越看到剧本中的玲玲对陈俊生只有利用没有感情的时候, 他觉得这个角色是他爱陈俊生的,只有这样的角色才是活的。 导演听从了他的想法,这句一波,大家对吴越饰演的零零一绝,恨得咬牙切齿。 在微博扬言要手撕小三。 吴越在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不以为然,他觉得观众骂得越凶,说明他演得越好。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关闭自己的评论区。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因为他上了热搜,他的感情时也被人曝光了。 这就让大胖菊夫妻十分的不识滋味。 于是蒋青青发文为自己解释,非但没有把事情说清楚,反而将事情变得更加糟糕。 在过了五年时间后,大家都早将玲玲给抛制之脑后的时候吴越出演的县尾大院,却又在网上引发重议。 观众彻底被他的演技给折服了。 其实吴越在影视圈可以有现在的成就,离不开他自己的坚持。 吴越从小就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,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书画家。 平时没事的情况下,他父亲就会带着他写字画画。 出生在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,他的童年是快乐的,温馨的。 19岁的他凭借着长时间积累的才艺,成功被上戏录取。 在这里,他才开始接触演戏。 他觉得演员可以体验不同人的人生,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。 由于他在美女如云的上戏中,他的长相只能算是比较普通的。 他读了四年的大学,却一次演戏的机会都没有。 在他毕业后,他想要成为一名演员的想法越发强烈。 于是他回到家中与父母商量。 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,向来对他宠爱有加的父母在这件事情上却异常地反对。 他的父母觉得娱乐圈太乱,而且他还太懵懵懂懂,恐怕承受不了娱乐圈的压力。 无悦却又比较执拗,就和父母大吵了一架。 向来乖巧的他,这是他第一次不遵从父母的安排, 独自一个人前往北京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 那时候他碰巧遇到了北京深秋的故事要选角色。 于是他跃跃欲试地去报名参加。 青春有活力,而且系统地学过表演的无悦,一下子就选中了。 他在里面试验了陈晓凤,该剧一播出,大家都觉得他将这个角色给掩活了, 导致观众将对角色的情绪带入到了吴悦的身上。 刚开始的时候,他还会感到委屈,后来他变得坦然了许多。 吴悦温婉的性格让他在剧组里交到了不少的好友, 偶尔拍戏累,还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喝咖啡聊天。 他为了可以提升自己的演技,开始大量的接戏。 虽然他每天的生活都是早出晚归,但是他从未抱怨过,反而感觉十分的充实。 因此他的事业越来越顺利。 而且在同一年里,他凭借和平年代里的文录,获得了金英奖的优秀女配角。 如今的吴悦虽然已经是50多岁了,依旧保持着单身。 除了事业以外,他就在家里写字画画,或者陪伴自己的父母,把一个人的生活也变得很快乐。 而且到了他现在的年纪,对婚姻早有了自己的看法。 他曾经说过,结了婚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,不结婚也没有什么好自卑的。 此外,他今年刚刚凭借县委大院,获得了白玉兰的最佳女主角提名。 个人觉得,只要你觉得结婚快乐,那就去结婚。 如果不快乐,那就做好自己,过好当下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,点赞,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